这个生态冲击磁制度的一个精肯的精神 那我们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世界潮流 我们去研究了各国的制度 那么包括RENSA RENSA就是其实是全球的一个 有关于失地保育的一个国际组织 那么他其实他也提到了 那么这几点你看一个是 一个是mitigation 一个是compensation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回避啊 然后弥补啊 补偿啊 像这些 好 那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我就不细讲好了 因为这个比较 因为牵涉到法规的问题 这个比较复杂 那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大同小异 我们看的日本 欧盟 美国 香港的 那大概都差不多 也就是说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回避 然后再来你如果没有办法回避 你就是让他的空气简单最小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空气简单最小 好 你就只好去做补偿 那这个补偿是最后一步 可是补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 就是你要针对一个是面积一个是生态功能的查 大概就在这两部分 好 OK吗 好 来 所以我想这个资料汇成这个我就跳过好了 因为这个 这个讲起来是非常的复杂 好 那么这是美国势利法 那美国势利法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他们的我看这个净水法案 就是这个净水法案 1972年 所以这个净水法案 那么就确定的要去保育实地 因为以前过去 这个我想各位如果对美国的状况了解的话 也会知道 尤其是托尔里达 很多很多的沼泽地 那他们那时候鼓励什么 他们那时候鼓励把水排掉 因为里面很多蚊子 好 那感觉上就是这个蚊虫很多 然后扎西扎巴什么东西 在那边也成功 非常多 所以那时候他鼓励把水排掉 然后开始这么做 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做是错的 所以他们从1972年开始 那么去整个修正过来 那1988年就确定了 他们的基本原则 势力要无尽准时 那么他们当初把那些水都排掉 现在他们要做呼吁 花了几百亿的美金 那么他才有办法 慢慢的能够把原来 比如说结婚取资的 再把它弄完 再把它弄完出来 所以这其实他们花了更多更多的 这个成本去做这个呼吁的工作 好 那这是美国的香港的 澳洲的 所以我们这个 回复了很多很多的这些 各国的程度 那归纳起来 大概有这样子 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回避 那回避的话 我想我们回避有很清楚的第一 就是说什么状况要回避 那么就是说你不能影响这个水 因为湿地最重要的就是水 湿地最重要的就是水 你如果湿地没有水的话 你那湿地就干掉就回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 确保这个水源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是水量 一个是水质 一个是水量 一个是水质 所以你一定要先回避 你如果说你的开发会影响到这个湿地的水源的话 那很抱歉 你就一定要回避 然后而且怎么样 而且你要能够去什么 你这个开发 一定要选择对环境更好的影响 更好的方案才行 所以这是回避 那再来是减轻 那减轻的话就是说 当你回避 你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你就是减轻 那什么叫做减轻呢 我举个例子而已 比如说我们一条河流 一条河流 那因为水资源 比如说我们大家这个民生用水 或者是农业用水 用水 工业用水 我们一定要用水 水不够 那怎么办 我们只好盖一个水泡 对不对 那盖一个水泡 我们把水拦起来 那我们可以去用它 可是你盖的水泡 一定就会对溪流的这些生物造成影响 所以怎么办 你怎么去做 就是说你不得不盖 所以你没有办法就回避它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只好用减轻冲击的方法 所以我问各位 如何用减轻冲击的方法 雨道 雨道 对 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雨梯 可以这样怎么样 让这些溪流的生物 它可以什么 透过这个雨梯 它可以在什么 上下游之间 就是水泡的上游下游 它可以这样自由的来回 对 移动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减轻的方法 一个减轻的方法 那当然这个鱼梯的建设 建的建制 有些人会不同的看法 对不对 而且不见得适用在所有的生物 为什么 因为其实鱼梯不是万能的 回游性的生物 比如说你那个鱼群 如果整个是群居的 它就不会用鱼梯 只有个体的鱼才会 群居的鱼是不会用鱼梯的 所以鱼梯并不是解决所有方法的万丁单 它只是减轻 可是没有办法到完全能够补偿 好 再来 那么减轻也没有办法做的时候 我们就只好用补偿 那补偿的话其实有一些方法 大概四个方法 一个叫做富裕 一个叫做改善 一个叫创造 一个叫保存 那富裕是什么呢 富裕就是说 那我把怎么样 我可以把一个被破坏掉的一个湿地 我把它富裕回来 我可以用重建的方式 我也可以用修复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 重建的话就是 我看就是在重建的方法 我可以让面积等同于之前被破坏的 那我也可以让功能恢复 可是如果是修复 我面积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之前的标准 但是我可以让生态功能恢复 好 那么改善的话 我可能只看到生态功能 那创造的话 我可以让怎么样 创造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湿地 比如说我今天 我把一块湿地 我把它填掉了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又重新创造了一块新的湿地 那原来那个地方 没有湿地的 那这不叫做创造 所以创造的话 就可以让我的面积跟功能会一样 那再来是保存 那保存就是 我原来被破坏的地方 我一样把它preserve 起来 就是保留起来 不做其他的用途 那可是这样是最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既然 就是他的面积也没有办法恢复 那么他的功能也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你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案可以选 那在我们的这个研究案里面 我们会把这个每一项 我们会把它定义清楚 好 再来补偿的机制 你要怎么补偿 这是补偿的措施 你有四个方法 补偿的机制有三大三个方法 第一个 谁去做这个补偿 开发单位就补偿 所以他必须要先拿到一个证 这个叫做一个 一个permit 就是说他有一个许可证 他可以去补偿 再来补偿银行 这个在美国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在开发的时候 比如说我每次都用一小块湿地 那我可能怎么样 我就统一去这个湿地银行里面 我就什么 我就去存一笔钱 然后他湿地一样是一大块的湿地 那中间的一小块湿地可以补偿 我这边所开发用掉的 这个是湿地补偿的概念 但是这个在台湾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根本没有湿地 因为台湾地就这么小而已 我们根本找不到一模一样 或者是类似的湿地 我就正在举那个国光石化的例子好了 国光石化今天要用掉的是什么 几千公顷的冰碳湿地 那我告诉各位 如果他今天用掉那块湿地 他去哪里去找几千公顷的湿地 来补偿给我 没有 这么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国光石化那个湿地 根本完全行不通的原在这里 因为他根本没有帮你补偿 我们失掉的那块湿地 懂我意思吗 好 再来补偿代金 这个补偿代金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如果说我今天开发的这块湿地 我想要开发的是 可能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物种 对不对 那他只是一个寻常的湿地而已 面积又很小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他怎么样 可以花一点钱 我们就是用代金的方式 赔钱 然后来补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去知道说 那到底每单位面积这个湿地值多少钱 他要付多少钱 他才有办法 他才能够去补偿 所以这个就是牵扯到什么 我们如果去量化湿地的价值